我習慣都是用手指上,然後一次過在黑色和啡色上掃一掃 你會看到我們之前先畫了眼線,上完深啡色眼影粉已經有深至淺的smoky效果 所以就不用花時間做blending,而且因為我們是畫了眼線才蓋眼影粉,所以眼線不會容易溶妝 譬如不戴眼鏡的女生,如果把眼線保持久一點,你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 眼睛要感覺到乾爽才夠,然後用乾淨的手指輕輕鬆一鬆 然後用下眼線,如果你想有一點顏色,你可以用淺啡色的眼線筆畫一畫外眼線筆 讓它鬆鬆蒙蒙,不用太實色的效果就最好了 好,然後呢,這支是有金屬啡色的9200,NYX的 好,然後就用任何一支你自己用開的這些都可以的,即是軟的啡色效果 好,然後畫完了,都還沒完,那我們就要拿回粉朵 剛才應該有一個粉朵,你碰一下這個粉朵,你碰一下這個粉朵 再印多一下,但只是用邊邊位而已 輕輕壓一壓下去,你剛剛畫完的那條眼線那裡 讓它可以設定死眼線,就不會那麼容易溶開了 即是你平時定妝的什麼意思,即是效果的原理就是這樣 好,然後,眼睫毛,如果我懶得的話,我真的不會塗毛膏或是黏眼睫毛 但眼鏡的女生其實都可以不用黏眼睫毛,因為它真的會頂著鏡片 所以你可以塗一點,甚至乎其實眼睫毛已經有顏色,可以不用照片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你的眼妝看起來都已經有神了,最重要是上班夠精神 好,然後你可以拿少許胭脂的顏色,掃上這些拳骨正中的位置 其實很淡,如果你上班,然後就可以上一點唇膏 即是若然你有上唇膏的習慣上唇膏,沒有就直接用lip gloss塗 我自己就會喜歡唇膏和lip gloss塗的,因為唇膏會更加持久 好,好了,這個唇膏的顏色其實都很視乎個人喜好 譬如我習慣喜歡用lip嘴,因為我用lip的顏色 如果你喜歡有些顏色,你用你自己喜歡的顏色就可以了 因為妝其實都很淡,所以唇膏比較深色也沒關係 但最重要是塗bloss,因為妝已經淡,所以唇光很重要 這個是戴眼鏡的人的化法,你可以試一試這個方法去化 會持久一點,而且不會太誇張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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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